波斯登的历程跟李宁其实有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在李宁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能不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是不是在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其他的公司 所以我们再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波斯登的这个转型的历程 这个公司设立的更早 是在1976年就设立的一家公司 最开始它是一个来料加工的这么一个小工厂小作坊 在1992年才正式注册了波斯登的商标 1994年它的产品正式的面试销售 那么它的主要的战略转型是在08年之后 08年到16年这个阶段 它开始推行了它的四季化和多元化的战略 那么具体来讲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这是它的产品的业务结构 它的核心业务还是羽绒服 在羽绒服方面呢 它有三个品牌 就是波斯登 雪中飞和冰杰 波斯登主打高端 冰杰和雪中飞呢是中低端 在羽绒服的这个业务当中呢 它有4628家门店 那么它的第二块业务呢 是女装业务 在这个部分它有四个品牌 其实这四个品牌我都不太知道 那么这个部分它有500多家门店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服装销售 包括居家 男装和校服 还有一些童装的品牌 这是它整个的一个业务结构 但即便有这么复杂的一个业务结构 实际上它的收入的 应该说四分之三以上 都来自于羽绒服务 那从发展的历程来讲 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就是76年到95年这个阶段 基本上是一个来料加工到进行 这个自主品牌的教授的这么一个阶段 确立了自主品牌 那么96年到08年这个阶段呢 它一方面在品牌上去下功夫 另外一方面呢 在研发上下功夫 所以是一个品牌研发 两手抓的这么一个阶段 它的主要的转型是发生在 08年到16年期间 这个期间它主要实行的是 四季化和多元化 那么为什么要实行四季化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羽绒服是一个 季节性非常强的一个产品 为了弥补它的这个季节性 所以这个波斯登才想到了 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产品 同时呢 多元化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才开始的 所以它就涉足了服装的各个领域 基本上 然后呢 同时也推出了非常多的品牌 那么在2016年之后呢 其实是波斯登重振雄风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它是重新回到它的主业 让它的羽绒服又重新成为 它的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同时呢 对波斯登这个品牌呢 着力去提升品质 同时在渠道方面进行了一些优化 我们也是先回顾一下 它的经营业绩的情况 因为波斯登上市相对较晚 所以呢 我们只有05年之后的数据 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12年之前 应该说收入 基本上是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但是在12年到15年这个阶段呢 它出现了一个收入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 持续的下滑 除此之外 毛利润和净利润在这个阶段 也是同步的下滑 收入的增长率的角度来讲呢 甚至于在中间这几年 12年到15年出现了负增长 然后毛利率呢 在18年转型之前 其实毛利率是比较稳定的 基本上也是在45到50之间 应该说毛利率不低 但是呢 从净利率的角度来看 11年以后就出现了 净利率的明显下滑 到14年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一个 非常威力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波斯登发展的 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 其实也是出现了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起伏的变化 那么这个业绩的下滑的状态 主要是出现在了 08年到16年的这个转型期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我们用刚才的逻辑来解释呢 来理解 仍然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波斯登的销售和行政成本 在这个08年以后的这个阶段呢 销售的费用 其实是在持续上升的 销售费用占比的持续上升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 这个解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投入一块钱 在销售环节 可以拉动的收入 其实变得越来越低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销售方面的这个效率 其实是在下降的 那么同时呢 在销售的拉动效应 开始下降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开支 其实也是在攀升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再去看应收款和存货的占比的话 应收款和存货的占比的上升 主要是出现在13年之前 那么这两个东西都在上升 那么同时周转天数 在12年以后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攀升 那么特别是最高的时候 存货的周转天数 已经超过了200天 差不多到了220天左右的 这么一个水平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已经相当的严重了 就是特别是存货的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过 服装行业存货 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很多服装企业 其实都被存货拖垮了 应收账款 我们知道在中国 也是一个大家都 有目共睹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08年到16年期间 他采用了这样的一个 四计划和多品牌的这种做法 本来他的初衷是 能够弥补在这个夏季 没有羽绒服的销量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可以把夏天这个空档用起来 然后销售更多品类的产品 这样应该是增加他的收入规模 可以赚更多的钱 这个逻辑听上去很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收入的规模 确实是有所上升 但是事实上在这之后 到了一二年之后 其实收入就开始下降了 这个效果并不理想 甚至于呢 出现了利润的更大幅度的下滑 而且不仅如此呢 还出现了应收款和存货的 同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恶化 那么销售方面的这个广告的支出呢 它的效果也变得越来越差 那其实究其根本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波斯登的这个数据呢 相对较少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从它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理解出来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波斯登在第一个阶段 他虽然开始做自主的研发 开始设立 进行了这个营销和研发 两手抓这样的一个策略 是吧 其实波斯登这个产品 也是一个功能性产品 对吧 我们对功能性产品的要求 首先是满足功能需要 所谓功能需要 就是羽绒服首先它得保暖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大家想 你穿羽绒服的时候 你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它不能那么臃肿 是吧 你不希望穿上羽绒服之后 像一个麻袋一样 其实在08年之前那个时候 甚至于到08年之后这个阶段 就是波斯登的产品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质量还不错 可是呢 缺少时尚感 对吧 产品呢 给人感觉 就是一个款式 是比较陈旧的一种状态 而这对服装行业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换句话讲 其实波斯登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之后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的情况之下 它并没有真正的去夯实 它的产品设计能力 在产品设计能力方面 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去做女装 去做男装 这个软肋其实会更加凸显 去影响它的这些产品的发展 因为对羽绒服来说 人们可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容忍这个设计上的缺陷 但是当你穿普通服装的时候 你首先看的就是款式 你首先看的就是样式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实际上就是把它的失败 就变得放大了 那么同时呢 它的多品牌 其实并不能够进一步的强化 波斯登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的那些其他品牌 无论是女装 男装 还是童装的这些品牌 可能知名度都非常的低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08年到16年的这个扩张 其实没有给波斯登带来好的结果 相反呢 是把它的这个竞争劣势 更加放大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出现了业绩的明显的下滑 那么到16年之后 它的这个转型 实际上是在什么方面呢 就是在波斯登这个主品牌的打造上 它舍弃了一些其他的品牌 更加凸显这个波斯登的这个主品牌 那么它聚焦主航道 收缩多元化 主要做了哪些举措呢 首先就是在产品端 提升产品质量 然后设计上焕然一新 以科技环保时尚为主题 更换了高端的材料 然后设计方面更加的大胆 发布了全新的高端的户外系列的产品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有些户外 它对保暖性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然后渠道端呢 它做了渠道的优化 视觉一体化的一些举措 一方面提升了自营门店的比重 然后另外一方面 打造了签店换门头的这么一个事件 这个涉及到大型旗舰店和快闪店 然后重新布局了店内的陈设 而且回归到一些主流的商圈 让自己更加有这种时尚感 然后营销端呢 它全面提升了品牌的调性 整合了全球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来做广告 通过大片形象和创意拍摄 推动这个品牌的视觉形象的提升 那么同时呢 它不仅用一些传统的广告的渠道 它开始用像这个小红书 快手抖音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这样的渠道来进行推广 那么同时呢 它还登陆了纽约时装周的主会场 更加进一步的强化了 自己的这种时尚高端的 这样的一种品牌形象 其实如果我们对波斯登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08年到16年这个期间 它的这个转型 本身也是力求发挥原来的品牌优势 弥补这个羽绒服产品的 季节性的这种不足 但是呢 它的产品设计能力存在缺陷 这些业务的拓展 其实并不能够得到 它核心竞争优势的这样的一些支撑 那么16年以后 它着力解决了设计能力 突出了时尚和科技的这种属性 提升了品牌的档次 再加上渠道端的整合 管理能力的提升 它开始在价值链的更多环节 具备了竞争优势 这是使得它能够重新 焕发青春的一个老品牌 能够重新焕发青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字幕 李宗盛